不服输,中国第三艘航母终于下水 两个问题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背后的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中国第三艘国产航母终于下水了 两个问题提醒我们 不能忘记背后无数科研人员的默默付出 据最新报道,我国第三艘航母终于下水了 新航母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前号18 采用直通常飞行甲板和电磁弹射技术 满载排水量8万多吨 这艘被外媒评价为最接近美国核动力航母的超级航母 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其中有两个让我很感兴趣 同时也是很多人忽视的问题 一是中国是如何从华越式航母 一下子进化到电磁弹射航母的 二是常规动力航母是如何做到和核动力航母一样 能够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呢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玩航母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 而我国不过才是十多年时间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仅仅凭着一艘苏联时期为完工的航母空壳子 就敢自己建第一艘航母 凋宁舰 总结经验之后 立马又建造了国产航母山东舰 通过建设两艘华越式航母激励经验 我们没有再走蒸汽弹射系统的老路子一次性 跳跃到建设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航母 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 勤劳 不服输 勇于探索和勇攀高峰的精神 电磁弹射系统的优越性非常明显 包括其加速舰载机到百公里能一秒钟实现 效率远比花越式和蒸汽弹射起飞都要高得多 电磁弹射系统的装备体积 也要比蒸汽弹射系统要小得多 节约出来的空间 可以留给更多的舰载机和其他装备使用 有消息称 我们的第三艘航母立项之初 是采用蒸汽弹射系统 还是电磁弹射系统有过激烈的争论 关于采用蒸汽式弹射系统的理由 主要有两个 一方面 我国建设航母经验不足 应该从简单的做起 一步步积累经验 另一方面 蒸汽弹射系统 在美军航母上用了几十年 属于成熟的技术 而电磁弹射系统 虽然先进 但是属于新技术 连美国人的电磁弹射技术 都不怎么成熟 我们自己能玩好吗 最后 不服输的中国军工人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停气永远跟随西方的老思路 选择一次性到位 采用最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 美国人能做到的 我们中国人一样能做到 美国人做不到的 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 一定有人疑惑 美军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福特号航母 可是核动力推进系统 我们的福建舰 采用的却是常规动力系统 如何做到与核动力航母一样 采用电磁弹射系统呢 实际上 是否采用电磁弹射系统 和航母采用哪种类型的动力 并没有直接关联 唯一的问题是 如何保证电磁弹射系统有足够的电力 在福建舰上使用电磁弹射系统 一个棘手的问题必须要为攻克 整个电磁弹射系统需要高效储能 然后在极短时间内大量释放能量 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电力系统的瞬间过载 甚至导致整艘航母的电子设备无法使用 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储能机构作为中介 有消息称 中国放弃使用西方的舰船中压交流系统 采用了马伟明院士团队研发的中压直流系统 实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隔离 安全系数更高 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 功率密度更高 这一领先世界的技术 成功解决了常规动力航母 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 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能够顺利下水 不能忘记背后还有大量默默无闻 辛勤工作的军工科研人员 正是他们的常年礼乐付出 才有了越来越多的先进装备的问世 我们需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